在身上,死神也没有来到 哈沙飞 所以是挑战生理跟学分的极限 就说可以的话给我个三连 谢谢你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动力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测评吧 这方面虽然风格还是跟以往的fix一样 但是跟上一款飞翼消光版 这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一个黑一个白 我是觉得有点不协调 因为这个是紫色的 偏紫的黑不是纯黑 然后后面就是玩法的介绍 跟以往一样 内核方面 这是主要放配件的这一层 首先是这个镰刀的特效件 我感觉给的不够多 因为有非常多插这个镰刀能量 镰刀的光束特效件的地方 结果就只给了六对 就算我感觉是不够的 然后另外手型本来是四对 它阉割掉阉割的只剩三对了 虽然我对手型这种不是很敏感 但是我觉得还是这种阉割 你也不还我钱的 那我觉得还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然后把它配件全拿出来组装吧 然后另外一提这个说明书 这最后一页是印错的 我也不知道万代在搞什么 搞了这个产品搞了这么多事情出来 大家注意一下 最后这一页是错误的 可以看电子版 电子版我会放到置顶评论区 不掉大家胃口了 直接开始主体的组装吧 一些配件什么的 我已经全部装好了 比如说盾牌呀什么的 首先翅膀 最主要的翅膀 整个翅膀的连接是一个铁的一个合金线 非常的牢靠 我按上去也是 按上去也很简单 直接插进去就行了 然后几个卡扣一卡 不仅带来了很优秀的可动性 然后也是非常非常的牢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出些断裂呀 松脱呀这种情况 非常惊喜的是 这个明乒Tus 其实没有零食系统 当然这也有跟飞翼零食共用一部分的零件也有关系 然后首先我们等会再演示 我们先把这个展开 然后这样把这个侧部的装甲插进去 好了目前所有的武器基本都装好了 造型你可以打几分呢 我是相当喜欢这个造型 你是跟地狱死神EW平常的造型简直是截然不同 如果万代说这是兵杰的泪滴里面的死神高达的话 我都会相信 但他就是第一死神EW 完全是耳目一新的一种体验 我是脚目罩的狂热粉丝 对这个造型自然不会有任何不满意 但是唯一让我有一点点遗憾的就是 为了跟之前的上一次在版的掉毛消光座 我是脚目罩的狂热粉丝 就是配对 所以说这次的并不是采用钢琴固 是消光黑 在我眼里我觉得MR盛奇龙那种钢琴固 会更好一点 跟FIX掉毛进行对比 为什么我要把掉毛拿出来 第一是这两个都是消光 然后是刚好配一对嘛 万代也是这么配对的 所以说把这次掉毛再版了 第二是这个沿用了部分掉毛的零件 就比如说大腿部分 大家可以看这个掉毛的大腿跟这个的大腿 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包括侧裙脚前屏脚也是基本一样的 只是换侧 当然大部分零件还是进行新规处理的 既然是同模具 肯定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松不松的 因为这掉毛这模具已经是第四次用了 然后当然也不是模具 就有些零件供用 非常紧实的 我掰的也是非常紧实的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然后同时涂装方面 肯定大家对于这种消光 都是大家都万代的消光质量大家都懂 这次消光喷的非常的细腻 我是目前是目前简单的检查一下 但是没发现有任何重点了 非常的漂亮 大家可以放心 之前拼装地狱死神 因为地狱死神 基本颜色比较简单 只有黑白两种颜色 所以说看上去会比较素 但是这个完美的避免了这个问题 靠身上卡标志性的大量移印 像说一句话可能大家可能要骂我 之前那个FIX的飞翼 我觉得是不如MG的头震的 但是这次这个头真的是震的不能再震了 我就找不出震以外的第二个词来形容这个头了 正如我刚刚所说的 整个产品采用了黑白紫红 这么多颜色来点缀 所以现在一点都不速 整个细节都非常的让我满意 话不多说了 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像零食系统一样的爆甲 我们来开始爆吧 先是肩部 我们把肩甲拉开 跟那个FIX的飞翼零是很像的 但是细节就没那个肩甲那么多了 然后中间也是可以拉开的 露出里面的机械细节 可惜不是零食系统 其实我都觉得魔改成这个份了 加个零食我觉得Dio也不会不开心的 然后是腿部 不是那个侧裙甲 这边已经展开了 不然装不了那个东西 然后是裙甲 因为跟飞翼零食是一个裙甲 所以说也可以展开露出里面的机械细节 飞翼零食后裙甲我记得是不能展开的 但这里却可以展开 啪一下展开 哇 真帅 后腿处大概是够用的一个 跟飞翼零食够用的一个腿处的爆甲 跟飞翼零食也基本完全一样 好 我们展开了 最惊艳的地方来了 这个黑色的翅膀虽然有很多移影 大家可能还觉得素 没关系 我们来展开 哇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帅啊 然后在上面的红色的尖展开 展开了并不够 还可以再进一步展开 像这里的机械细节都可以拉出来 进一步拉出来 然后这个盖板也可以可动的 也可以那个 扶起来 好 这下就全部展开了 翅膀要是直接展开的话肯定很丑 但是这个翅膀里面有大量的银色的机械细节 显得一点都不俗 展开非常的自然 全部展开带来的感动 并不亚于FIX非翼零食所展开 给我带来的感动 这两哥们放在这 我这小的摄影棚已经放不下了 牛高达不只是好看一样 披风那么多 展开机构也并不是只是为了好看 有多段的关节 首先这里想要变成那个 把披风包裹自己的状态 首先把这段关节拉出 大家要小心有些关节是可以动的 有些关节并不是可以动的 然后再通过旋转 把两份披风 这边还有专门有卡位 让你把两份披风合一起 这个卡扣是非常的松 我卡了好久才卡住 然后最后效果也不是很好 照理说披风应该往下一点 并不是直接斜着披 但是这个真的是比较难卡 可能是也有我操作问题 跟品控上的问题有关系 反正卡扣就是很新 当然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玩家 应该也不会用这个形态展示 跟乌龟一样 翅膀部分唯一我不满意的就是 背后你看这个螺蛳孔 我指一下这个螺蛳孔 现在直接外露了 有点稍微有点过分 最喜欢的部分就是这块盾牌 也是新家的 因为为了变形嘛 这个像鸡头一样 首先从盾牌的本体开始看 整个盾牌本体 就特别的滑贵 完全跟死人没什么关系了 就是各种杜鞭啊什么的 真的是很别样的一种风格 但这个星星像联邦的那个 元祖的那个盾牌一样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一些零件 跟那个FIX飞翼零式的零件 是共用的 那也算是一种审视的表现吧 大多数结构应该都是这样的 同样也可以展开 这展开就非常的让人激动了 我靠 然后我们再插上特效件 把这个翻开 然后我们翻开了 然后把这个插进去 帅 确实帅 但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 这个像个盾牌 就完全没有那种飞机的元素 我觉得做鸡头的话还是挺丑的 我们具体的等变形完再看吧 这个死神高达也是浑身插 这个镰刀特效件的地方都有 就跟我开头说的一样 然后这个盾牌也是可以翻开 把这两个爪子弄开 然后再往里面插链刀特效件 像个爪刃一样 然后腰部我们刚刚挂上去的这个 也是有可动机构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展开 像獠牙一样的 然后再插上光束特效件 产品一共附属了四把链刀 但是一共就给了两个链刀架 有点吃相难看 链刀架都是通过这种 就是这种不太可靠的卡榫连接的 打完的时候经常会发生掉落 然后四个链刀也不像海星炮一样 有金属色的涂装 就是纯塑料原色 我觉得不算不是很满意 水口呢 完成品的自然就不可能有什么隐藏水口 这种东西了 让我比较惊讶的是 我还是第一次在外面的成品 看到飞鞭都没消干净 大妈该扣工资了 这个镰刀是小镰刀 然后是尖头是可动的 我们插上这个 就只有一个头的 然后同时还有一款 那个稍微大一点的镰刀 然后把镰刀柄拆下来 有两把镰刀 合在一起也是可以的 我把我整一个棚子都给占了 同时镰刀架也可以收纳在镰刀上 你看就非常的不可靠 这两个连接 两把不同的镰刀 然后叫阿多拉装备 说明书上这么说的 然后同样还是需要连 同样的连接 用跟镰刀架连在一起 然后这个阿多拉 就相对来说玩法多一点 首先是这个刀柄是可动的 然后两个当然自然是跟上一个一样 也是可以合在一起的 有点松 然后同时这个 也可以把这个拔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卡扣翻起来 哎呦操 然后卡在上面 双头镰刀的样式 然后通过连接键 也可以收纳在屁股里 像飞翼的爱心炮 像这个阿多拉装备 但是整个玩法就比较停留于 比较表面 就没有爱心炮那么震撼 虽然镰刀把玩得非常折磨人 整体玩法也比较一般 给的特效件也很少 但是全装上以后实在是太帅了 可动性方面 我相信最重要的翅膀的可动性 大家通过刚刚的说明 应该已经很明白了 因为模具本身跟飞翼零式 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有条点单的点 首先是胳膊 有一段外拉关节 还挺大的 然后手臂 我就是扛镰刀 关节非常的紧 去肘的话 90度以后就不敢掰了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 就是腿 膝盖 后仰还有个联动关节 变形 变形逻辑跟飞翼 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首先先把这拔下来 然后通过这样 把错位 然后再插回去 然后再把脚 往下收 然后再把侧裙甲展开 然后再往右翻 然后主体我们再把 这个拉开 去侧裙甲 拉开正裙甲 露出里面的卡扣 然后是盾牌 我们把盾牌跟飞翼也差不多 我们把盾牌直接转开 然后旋转 然后 我把这个盾牌 插进去 然后插好以后 我们把这个面罩 往下拉 然后再扣到头 旁边的卡扣 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然后我们把它插上 是吧 就是这个地狱死神的披风 把披风插回 好 就是 至少看上去像个飞机了 飞机形态的地台 是用一大堆零件装的 说实话 装着这个地台的功夫 都比变形的时长要长 我们再通过就是 刚刚翻出来的卡扣 把飞机给安了上面 这个所谓的就是把各种 刚刚那种用到的镰刀 然后通过各种孔位 全部装上去 为什么这边不展示记录呢 因为就是 这镰刀真的是太松了 就跟我刚刚说的 然后这个变形吗 又很牵强 然后卡的吗 都很松 然后我真的是折磨人 我现在满头是汗 然后一碰就掉 整个造型过于牵强 不是很好看 同时这个盾牌 可以装上那个 那个fix 飞翼 就是飞翼原型机的那个 应该是原型机吧 那个步枪 然后我试了一下破坏步枪 是装不上的 绵绵强强卡住吧 就是效果不太好 是装那个 就破坏步枪呀什么 那个矮心炮都装不了 所以说就算一个 聊胜于无的玩法吧 素质非常的优秀 玩法也很良心 但是据说 会有一段歪腰的现象 我这个 毕竟我只有一盒 我这盒没有歪腰 我也不知道大货素质如何 如果真的很多歪腰的话 大家要谨慎购买 就我目前这盒来说 100分我可以给99分 太完美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 镰刀连接不是很靠谱 然后设计也有点 稍微缺乏良心 然后变形过于牵强 好我是飞翼李四 关注我可以看到全网最快接触的手办模型评测 我们下期再见